台灣第一家鹽酥雞工廠人 就照常營業波 因為涉嫌將工業用的碳酸鎂 添加在調味粉 遭到檢方起訴 百出椒鹽粉一罐罐自家招牌調味料 探開檢驗報告 遭到起訴的業者指喊員 加了碳酸鎂是沒錯 可是沒有加工業用的碳酸鎂 那我們有跟他提出說 我們的檢驗報告 其實是有符合標準的 坦鹽事發至今經常撤驗難眠 拿出去年4月送檢的碳酸鎂報告 升低於4ppm未檢出來自清 但根據檢方調查 少了食品及添加物許可證 違反食安法 加上三年逃漏稅900多萬元 創辦人陳廷志等4人 一家人遭到起訴 目前供應商是換掉了 對 因為也不需要引起爭議 那零零種種整個加起來的話 公司光退貨大概損失兩三千萬 強調一切正常出貨 但為了避免爭議 已經更換供應商 不過退貨損失相當大 去年新北市衛生局發現 純家公司將工業用碳酸鎂 分售給臺灣第一家 新北市地檢署隨即查扣380多公斤的調味粉 檢方認為食品級一斤約200多元 但工業用僅40多元 臺灣第一家每次進貨約10包 從2010年間查起 卻只查到57筆進貨 疑似刻意不記載進貨記錄 加盟攤販也苦嘆業績直直落 希望早點起訴 早點還給他們一個清白 你放一下 有的加盟店早已歇業 有的甚至趕緊更換招牌 40年老牌嚴肅機捲入食安風暴 面臨經營挑戰 記者洪錫玉李文科新北市報導